兩位前輩你好 我是台灣傳播媒體協會 以及中華時報採訪 今天非常地高見 謝謝你們 詹理事長來到的麗玲更生日報 我們來請問社長 您對這個剛剛播放的影片 更生日報已經進行了七十幾年 它的新的路程 以及未來的展望是什麼 更生日報從剛剛大家所看的影片 就知道就是七十年來 每天每個時刻 還有每個地方每個角落 都有更生日報和民眾互動 產生一個很好的一個成果 那這個中間就是 有更生日報的心血結合在一起 也就是從我父親那一輩到現在 我們每一位同仁 也將近有差不多兩千多位 戰戰兢兢 時刻的警醒 要求做到非常專業 非常客觀 非常公正的角度來經營這個媒體 所以我們也很驕傲地說 這個花蓮記錄這個歷史 也唯有更生日報是完整的 紀錄也唯有更生日報 是為花蓮人寫日記寫這個歷史 是非常珍貴 非常值得大家來重視 也繼續希望民眾能夠支持更生日報的永續發展 好 非常感謝 再來我們請我們詹恩理事長 您這次從台北遠行 來到了花蓮與更生日報 做一個兩方的交流 您太太會來的對這個媒體的希望 到你們做這什麼來 我現在這一次來真是非常感恩的心 來拜會我們的更生日報的書社長 因為我幾十年來都是受到媒體的關注 今天看到花蓮我們更生日報真的所做 剛剛看的影片非常感動 那現在我也即將成立詹秀榮基金會 那成立的宗旨就是希望幫助弱勢 希望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我們也可以跟更生日報 下次有什麼需要 那我們一定是一不容辭來互相 我想說有什麼能夠讓你們服務的地方 那你儘管跟我們講 因為我看到你們那個故事好感動 所以我甚至於希望說 剛剛那一本書 那個社長送的 我會把它寫成一些作品 把那個座右銘 把那個宗旨都寫下來 讓大家能看到 分生日報 能夠這樣為社會服務 能夠點播各地 所以我的職責就是 我會把它寫成 讓社會能更多的人 把正能量帶向社會 所以非常的感謝我們宿舍 是是非常謝謝 謝謝 謝謝謝謝 好好好 謝謝 謝謝